下半場艾和比調低了 和仔是教練、魂家 這個是教授的寵兒或者叫做契仔 就入場了 上半場我大概講了很多關於亞仙奴的問題 相信其實很多人都很認同 其實這些都是手掌眼見功夫 講亞仙奴 其實人人都知道問題在哪裏 很多時候我們看網絡的片段都說 很多人說笑 如果魂家不走 我們亞仙奴一輩子都不會好 當然大家都不用怕 黑心點說魂家都年紀大 就算他不走 人都要走 當然不是走是死 問題就是魂家要適時務的 OK啦 那就是熱刺 熱刺 熱刺一直在聯賽都未輸 對上一場球對著利華古商就輸了 他在英超來說 對球為何會一直都輸不到球呢 很明顯他們在英超 暫時對的球隊 還未對到亞仙奴這些勁女 或者是 贏萬成都是靠反擊 穩守反擊去贏的 那這個問題 或者這個是特點 其實對於熱刺來說 是真的挺特別的 因為熱刺來說 真的是一隊 反擊好過打主攻的球隊 所以你看到他和這麼多球 因為他對著藥女 是和的 因為他不太贏得到藥女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有趣的 他們陣中某幾個球員的整體意識 是很不良的 其中一個球員就叫艾利 艾利 如果你說他是英格蘭的未來新希望 那我可以回答你 其實英格蘭的未來新希望 那個球員叫拉蘭娜 就不是阿里 那阿里呢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成為英格蘭的新希望呢 要進步了 而且要很大幅度地進步 那很多人都稱讚他 他射球幾好 技術又幾好 速度又幾好 那這個球員真的幾好的 那沒錯 他是有些先天的優勢的 這個球員阿里 他射球很厲害 軟射很好 他速度真的算是幾不錯 很快一下 那另外呢 他的技巧也是幾好的 這個球員 那這個球員 這個球員交得幾好 那就是 這個球員後端這樣交 實在是很不現實的 現實來說阿里 就不是很懂做這件事的 那但是孫興文 他可以一個突擊 反搶迫搶之後 入到球呢 而孫興文其實呢 都是幾自然的 來得幾真實的 這個情況 由孫興文入球呢 我認為是 都是幾對的 可以說是幾合理的 因為突擊來說 熱似真是強項 繼續說回 那他們主攻 為什麼不成功呢 就因為喊你呢 那這些球員呢 其實那個整體意識不強的 他經常都很快地在半場陣地的時候 就進去了禁區裡面的 那就是很多時候呢 中間就沒有了些人的 就令到熱似呢 在組織攻勢的上面呢 中間是少了一個可以互存的人 那還有呢 前面他吃死了一個人 被人記錄死 結果是沒有用的 太過錢呢 我們正所謂的就是 那所以呢 就是 他互存的能力都不強 那所以熱似呢 他在互存互動啊 半場陣地對藥女的時候呢 是老鼠拉龜沒有地 埋手的時間 是很多時候都會發生的 那我們見到啦 他對曼城贏的 當然啦 他反擊的嘛 在上一場球呢 他們對利華古順的那場球呢 就很輕易地反映到那件事了 就是 他們呢 是主攻不了利華古順的 利華古順都守了那些球的 跟著利華古順就反擊他 就贏了 那這隊球就不是很適宜 防守反擊的 吼 調回頭了 這隊球的球員呢 速度很快啦 體力很好啦 有這個呢 是有心有力啦 那他們反擊呢 是厲害的喔 因為呢 他們反擊是簡單很多的嘛 進攻上面 反擊呢 是只需要速度啦 你看到就交啦 時間掌握到呢 基本上呢 反擊就能打成的了 但是 半場陣地互傳互猜呢 是兩件不同的事來的 活半場陣地互傳互猜 是要多很多東西的 例如耐性啦 例如意識啦 眼光啦 走位的時機的配合啦 擦角隊友走位的時機啦 完全呢 都是在於你的意識上面的實踐的 那這些球員呢 沒有就是沒有的了 你說可不可以很短時間內練出來呢 不容易的 所以我就很佩服呢 就是這個 高普呢 他令到拉蘭那這些球員呢 是徹底地進步 進入了他的互傳體系呢 是真的非常之困難 以及高普可以說是一代呢 可以說是未來一代的教練 就是將會成為一個 飛水出雷拔水的教練 而此這對生股仔 這對年輕人呢 是一定要多些留意利物浦的球賽 學下他們的互傳互動的 那另外啦 就是熱刺也沒有一個正印的前鋒呢 是可以跟他們是做支點互傳互動啦 那這一個是 哈利簡尼也不是那個材料啦 哈利簡尼射球很厲害啦 當然 那當然是 都是那句啦 反擊厲害過主攻的 那所以熱刺呢 一路以來他輸不到球呢 可以說是 對球是可以說 是完全在保爾天奴的 是帶領下呢 是可以打回一些反擊啊 在後面先穩守著的 那當然呢 就是 防守來說呢 熱刺那幾個防守後來呢 都是挺不錯的 那包括呢 就是 維頓漢啊 艾達韋利特這些球員 都是挺不錯的 那好啦 現在呢 讚神呢 入替了呢 孫英文 那另外 基奧特呢 都可以進來了 那又是 雲家的是 嗯 不知道是不是 設定了些電腦程式 雲家 差不多時間呢 就要隊 基奧特進來了 即是不成功了 輸了 就要找他進來了 又贏不到就找他進來了 那實在呢 是很愚蠢啊 那這邊 艾尼窩里射中籠 就很合理啦 非常之合理 這個是預測 還有這個是測試 FIVA的電腦模擬 因為呢 他很擅長射這些 他最擅長射這些 他最擅長射這些 剛剛熱刺已經打了一個很成功的反擊出來的 那這些呢 熱刺是強項來的 那對於呢 是阿仙奴來說 這場球呢 你說要頂著熱刺的反擊呢 其實真的是困難的 而阿仙奴為什麼呢 他一直在倫敦打給對著熱刺都沒有著數呢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他們是老鼠拉龜 那今天還要不出基奧特 那沒有了一個支點在前面呢 更加是難呢 是做到禁區頂的互傳互動呢 撕破不了對方呢 那這邊呢 阿仙奴看能不能打個快啦 你要入熱刺球呢 其實阿仙奴唯一的方法呢 就是打這個快谷 快擊 那但是問題就是說呢 現在呢 他們是有機會在這裏了 那反過來打輝的反擊呢 也是當然是不好的決定 這個球呢 就有些是掌握到熱刺後防的一些失誤 那近期呢 熱刺後防的失誤都是比較多些少的 那對著上一場球 你猜猜猜我們記得到呢 都是很多呢 是後面的是不集中的 失誤啦 那迪亞也是犯了幾次錯啦 那黑鑊也是犯了幾次錯的 那艾利呢 都是掉下來了 那這個是新人 卡路爾入體 那都是一些是新球員 那卡路爾那個是掌握球賽的 是洞察力呀 意識呀 那這個球員 警覺性都不高的 我覺得他還未算是一個很好的年輕球員 那就是我相信是 熱刺都是放他下來呢 希望呢 是塞住中路啦 那最後呢 那就是比賽裏面呢 就叫做剩下15分鐘 那阿仙堂應該是谷這一段的 那但是阿仙堂谷這一段呢 就是換了這個和國達 和基奧特入尼 那兩個阿達 那一個呢 那一個呢 就沒有意識 一個呢 就是狀態叫好意啦 基奧特 那但是呢 這個時間也不夠給他 那看這場球呢 電腦的模擬會不會是熱刺贏啦 那這邊呢 就是 右路的是界外球呀 撐回來中路的位置 想說呢 希望呢 是搏一搏亂的 但是基奧特 不在那個位置 那熱刺 打不到反擊呀 那這邊呢 猜回後面 Keep the ball Keep the ball and win the game 看看行不行 這邊拿回來猜後 雲爺馬再給 前一前的是拉美娜 再給環 鑊加前面 拉美娜 走位給不給 給了拉美娜 用左腳扣信 不得給鑊加啦 直接就過了呢 是藍絲 跟著再用呢 他的身位頂著呢 是兩個的後衛 保護著那個波 在禁區裡面呀 難些啦 蒙尼爾呢 打出來 再加上前面 是夏薩 哎呀 夏薩這一下呢 真是呢 是很闖絕之下呢 結果是找不到自己的隊友呀 好啦 這一邊呢 再轉過去 這個是 路斯這邊呢 上來助攻啦 前面走位呀 不給 Keep the ball Keep the ball 中路的球員有少少吉位喔 自己帶死了啦 自己再勤力少少 撐回去 迫對方有個界外球 這個位置呢 被迫著對方啦 如果你要贏球的話 回來呢 是拿球的 是有這個張白輪 好啦 猜回去中路的位置 快一點點 打上去啦 不要再後面猜啦 先來 這邊呢 是鬥頂之下 這邊呢 是 路斯 是拿回球啦 維頓漢再交 拉美娜 順勢讓給 是 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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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給後面 這邊呢 熱刺 猜落磨 雲爺馬再給 卡路爾再給 後上那個 Alexa 這邊呢 是保持球 繼續用身位 頂住對方 再對上前面 路斯這場 看來熱刺 真的很有機會贏 接著繼續呢 就是熱刺的控球 啊 雲爺馬 比前面 這邊 刺激 拉美娜左腳 不能夠呢 是 拉開這個比數啊 基奧特這邊呢 頂住了 再給一個直線 張白倫這邊看來呢 是最黃金 最黃金的最後機會 一射過去 拍了手掌 是讚自己的 這邊呢 就是羅列斯 射球叫正宗 不太多角度 可以說他完全沒有擺 對方的後衛 所以他一直射門的角度 不大 那這邊呢 就是 角球了 最後了 張白倫斬進來 這個球開得不太高 嘩 這邊也算厲害 這樣呢 是蒙尼伊 是讓環 是給身邊的隊友射 剛剛是 起力連射門 好 這邊呢 就是 站到最後的是 藍絲 沒有啦 這場球了 結果熱刺 憑著一個反擊 是贏了阿仙奴 好了 電腦就預測是熱刺 是贏這個阿仙奴 那我又會怎麼預測呢 那我就要回來 看一看是何鷹測播經的節目 那大家不要走開 繼續看了 何鷹測播經的節目 記得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何鷹測播經 何鷹測播經